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乡村旅游发展较早的区域 玩转乡村的四川之旅 就从省会成都下属的皮都区开始 皮都区地处成都市西北部 川西平原复兴地带 就称皮县 曾是古蜀国的都城 这里不仅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 同时也是中国农家乐旅游的发源地之一 据皮都区政府所在地仅八公里的青杠树村 是一处历史久远的世外田园 一栋栋青瓦白墙的川西民居错落有致 风景如画的美丽乡村 成为游客们休闲度假的向往之地 以往的劳动场景如今成为游客难得难忘的人生体验 今年46岁的陈建波 是四川省鱼鹰捕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早在民国时期 他家就开始用鱼鹰进行捕鱼 几代人都靠这一行当来维持生计 那么这鱼鹰捕鱼到底有何神奇之处呢 游客可以跟随陈大哥上船体验一番 大哥 你把这些鱼鹰的脖子都系上是为什么 系上是他把鱼捕下的 就怕他把鱼给吃了 他吃饭他就不砸了 他太大了 绑水草是鱼鹰捕鱼的关键所在 绑得松了鱼鹰会把鱼吞进肚子 绑得紧了又会伤到鱼鹰 鱼鹰俗称卢磁 外形像鸭子 嘴的尖端带勾 脚上有脯相连 极其擅长潜水 是水下捕鱼能手 最让游客们好奇的是 陈大哥是如何训练这些鱼鹰捕鱼的呢 他能听懂吗 能听懂 那你说的这个是啥意思 我的猴子它只会到 你晓得什么地方用鱼 这些鱼鹰从小就跟随陈大哥捕鱼 彼此间默契十足 陈大哥只要有节奏地敲打水面 鱼鹰们就会往鹰岛的方向捕鱼 或者是回到船边 鱼鹰的猴下有一个皮囊 能暂时储存捕捉到的鱼 对一些较大塞不进皮囊里的鱼 他们会两三只协力 一起连推带咸到船边 供陈大哥用网捕捉 这鱼鹰能抓这么大根的鱼啊 皮囊里的抓的 这得有一两斤了 有有有 它一次能捕多少鱼啊 多少是要捕好几十斤啊 一直一次能捕好几十斤啊 对 这鱼鹰怎么样 可以 有本事 有本事吧 对 有儿时的记忆 除了精彩的鱼鹰表演 游客们到皮都绝对不能错过的 还有一种酱料 那就是大名鼎鼎的皮线豆瓣 作为中国豆瓣之乡 这里产出的豆瓣 尤其是纯手工制作的豆瓣酱 品质优良 是川味食谱中常用的调味佳品 有着川菜之魂的称号 那么 皮线豆瓣酱又能做出哪些 当地特色的农家美食呢 腌制好的鲫鱼放入油锅中 煎至两面金黄后捞起 用油温激发出豆瓣的辣香 等到豆瓣散发出诱人的香味时 加水和炸好的鲫鱼 大火炖煮三分钟 出锅后撒上切碎的霍香 霍香的独特香气 配上豆瓣的醇厚辣味 令人回味无穷 麻辣水煮鱼 是青杠树村最富盛名的一道美食 当地清澈的小溪中 产出的特有的苗苗鱼 所以农家自制的豆瓣红汤底 进行炖煮 等到鱼肉充分吸收汤汁的香辣后 盛入盆中 再淋入滚烫的辣油 一道色香味俱全的美味 就诞生了 古朴的川西民居 古老的民族记忆 传承的特色美食 这些悠久深厚的历史文化 成为青杠树村 打造乡村旅游的名片 2015年 这里更是被评为 中国十大最美乡村之一 崇州 古称蜀州 距离成都仅37公里 是四川省辖县级市 春天 这里油菜花 樱花 梨湖四地绽放 绝对是赏花的好去处 在赏花之余 游客们可以顺便到 崇州机关山的 国家级森林公园 这里会有一种别样的体验 除了山峰 雪山 温泉 这里还是熊猫的爱情走廊 森林公园里的 安子河大熊猫自然保护区 是连接卧龙自然保护区 和风筒寨自然保护区的 纽带和通道 两颗野生大熊猫群 会通过这里相互走婚 保护区里的熊猫不允许打扰 但在三郎旅游度假区里的 另一群可爱精灵 却能带给游客快乐 他们喜欢的食物 和熊猫一样都是竹子 只见他们全身红棕色 四肢粗短 还托着一条 环形花纹的大尾巴 远看像猫又像熊 细看眼睛还像带着 棕色的眼罩 他们吃起竹子来的 可爱模样非常惹人喜爱 看到这个太萌了 我很想摸 我觉得他们毛色看起来 很舒服 很漂亮 这些长得既像猫又像熊 还喜欢吃竹子的可爱小精灵 究竟是什么动物呢 得到度假区的许可 严格消毒后的小爱 被允许接近他们 小熊猫主要分布在喜马拉雅 及横断山脉 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属独立的小熊猫科 有趣的是 虽然他们名为小熊猫 却与大熊猫并没有任何血缘关系 但是又和大熊猫 有着许多相似的习性 他们的爪子和熊猫的爪子 是一样是可以这样子弯曲 抓这个竹子 喜欢吃竹子杂实性的 平时会吃一些昆虫啊鸟蛋 我们一会儿就给他们喂正餐了 其实竹子只是小熊猫们的开胃菜 他们的正餐究竟是什么呢 这个有一点像幼儿园的小朋友在等着开饭的感觉 这里面都是什么呀 这个里面有米饭 饲料 还有鸡蛋 里面还有肉 别急别急 你看他们都已经扑上来了 这个调皮的宝贝 不行不行 他们都会这样抢吗 因为放晚就是吃饭的征兆 他们就会比较着急 三郎旅游度假区 为救助野外受伤的小熊猫 也为了丰富游客的观赏项目 特地建立了小熊猫之家 学兽医专业的周婷 精心照顾着这19只小熊猫 这一只比较黑 叫小傲 这一只叫小鱼儿 你看这一只应该就很容易认出来 独臂大侠杨过 发现它的时候是在捕兽甲附近 然后就给它做了那个截肢 所以说它缺少一只前掌 据不完全统计 全球小熊猫只有一万多只 在我国境内大约只有3000只 三郎旅游度假区 会成为小熊猫的种群繁育基地 餐后甜点时间 这是谁啊 它怎么一直跟着你 它叫空空 它的年龄比较小 而且它才救助过来 现在不怎么吃饭 所以说我们要给它单独补充一点营养 这里面藏了就是一些微量元素给它 来 给你 这个小调皮 饲养员与小熊猫之间的亲密互动 让每一位游客都感受到了生命之美 和自然之美 除了美景 如果您想让舌头再过把瘾 距离三郎旅游度假区 大约5公里就是著名的杰子古镇 你看这个 这个像什么 是不是会像一个杰子 这个地方就是四川著名的杰子古镇 说起这个杰子 历史可悠久了 从五代十国起就有 那至今已经有一千多年的历史 据说在这个老街里面隐藏着很多美食 想知道是什么吗 走 跟我去看看 崇州市的杰子古镇 五代十名叫横渠镇 因横于渭江河畔而得名 如今这里已经成为 许多游客节假日游玩的首选 不仅有山有水有美景 还有许多让人垂涎不已的美食 爸爸拿瓶水 可以 五块一杯 小朋友你在看什么呢 嗨 姐姐 你能给我打招堵吗 堵什么呀 堵我一招竟能吃下三串那两串 这个呀 然后呢 如果我吃完呢 你要起我 请你 三串 三串 行 如果你能吃三串的话 姐姐不光请你 这样 姐姐还自己 把自己吃一块大肥肉 行吗 好 拉高 拉高 好 面对这些块头大 看上去还很肥腻的腊肉串 别说吃三串 就是吃下一串 也是件很不简单的事 小朋友能否像他说的那样 一口气吃下三串呢 让我们拭目以待 姐姐请个 任督服输 哎呀 我不吃肥肉的 这么肥的肉 吃起来怎么一点不腻呀 而且有种特殊的香味 老板娘 我问一下你 你这腊肉从哪进的呀 和三串人大叔家进的 任刚是镇子上小有名气的 腊肉制作人 据说他制作出来的腊肉 不仅口感好 不肥腻 还带有独特的香味 时不时有游客慕名上山 一是欣赏山中美景 同时也是为了探寻这 美味腊肉的奥秘 任大叔 你好吃任大叔吗 你买腊肉 我不是买腊肉 是在那个阶子古镇 吃到你们家做那个腊肉 我觉得太好吃了 就是那么肥的肉 一点都污泥 这腊肉是怎么做 我都想学一学 腊肉做的好吃 像挑对猪 什么猪 龙虎之间 选中了合适的猪肉 算是成功了一半 要想得到美味的腊肉 还要看人刚的手艺 先将买回来的猪肉 整齐码放在干净的大缸中 码好一层肉 就撒上一层盐 一层肉一层盐 层层叠加 盖上被子 放置一天一夜后 再取出来亮挂 任大叔做这个腊肉 可以说是相当纯熟 它这个切腊肉的分割品 也是很有讲究的 你看 一般这个腊肉的宽度 是在6到7厘米之间 说这个宽度是最好的 为什么呢 因为只有在这个宽度 腌制的时候 才更入味 而且熏制的时候 那个火香味 可以进入到 深深的肉质里 细节决定成败 这不仅体现在 猪肉切割的尺寸上 在熏制的过程中 同样有体现 在熏制腊肉的时候 人刚会用柚子皮 橘子皮 以及银杏叶烧出来的烟 来熏制腊肉 这样可以使腊肉 产生一种特殊的清香 你看啊 这个腊肉 熏制两天之后呢 已经成型了 这个猪皮 现在硬硬的 都捏不动 而且摸起来 还有烟熏 有腻腻的 熏好的腊肉 色泽鲜艳 吃起来肥不腻口 瘦不腮牙 风味独特 游客不仅可以现场品尝 还可以买一些回家 赠送亲朋 漫步于老街之中 两旁是历经沧桑 保留下来的古民居 空气中 弥漫着诱人的味道 游客仿佛跨越时空 感受着明末清初 川西乡镇的民俗风貌 相信这种特色乡村游 更是一种别样的 休闲体验 本节目由登陆香港销售的 君乐宝奶粉冠名播出 玩转四川乡村游 极限体验 精彩不断 彩花椒 竹林寻宝 究竟有何高招 我能感到它那个 躯体的那种 痒痒的那种感觉 马峰 虫子大聚会 属地美食 有何传奇 我好害怕 导演一定要吃吗 尝尝嘛 好吧 挺香甜的 玩转乡村 诱惑四川 精彩继续 从成都往西南出发 大约行程230公里 便是被称为 花椒之乡的汉原县 汉原历史上 就是交通要塞 一条茶马古道 穿城而过 静静述说着曾经的繁华 每到丰收的季节 汉原到处刮果飘香 而眼前的一抹红色 正在诠释着四川味道中 独有的舌尖感受 麻 空气中散发着浓浓的香味 伴随着古老的茶马古道 飘散了上千年 点点今天呀 骑着小毛驴一路来到了四川 汉原县的清溪镇 你看今天我这身和大哥这身装扮呀 是不是有点马帮的感觉 没错 现在我们走的这条碎石的小道呢 曾经就是茶马古道 川藏县的起点 当年的马帮就是从这里出发 一路向西 经过了甘子州的康定 大哥我发现前面好像挺热闹的 要不咱去前面瞧瞧 好 坐回了 走嘞 走嘞 出发咯 青溪镇的新黎村 是一个传统的古村落 茶马古道 见证了这个小村庄的历史变迁 丰收时节 汉原人的一项传统劳作 也在这条幽静的山间小道旁 延续了上千年 哇 这好热闹啊 大哥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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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我这太热闹了 来 让我下来先 好 慢一点 好 谢谢 哎呀 谢谢 谢谢 你们这这么热闹干什么的呀 摘花椒 摘花椒啊 这么大一片花椒园啊 来 放里面去看 嗯 真香 咱们这总共种了多少亩花椒 嗯 这是这个地方 就是300亩 四川卫岛中的麻 源自于花椒 汉原县的花椒种植历史 可以追溯到千年以前的唐朝 相传 当时的汉原花椒 就已经是专攻皇家享用的贡品了 发展至今 全县花椒种植面积6万余亩 年长量达到600余吨 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花椒之乡 汉原的花椒从唐朝就开始留为贡椒 一直是它品质都是最好的 它是红色的红椒 嗯 你看这个花椒表面高低不平 它是高度不平的 这个就是油浪 油浪是比较多的 然后就是花椒的这个精油 精油 就它的香味都是在这个精油里面 对对对 摘花椒的时候 它上的有很多齿 你看 小心一步前就把齿 就把手吃了 不细看还真不知道 就花椒每个上面都有很多的小刺 对 那摘的时候不是很麻烦吗 摘的时候要拿这个手 带到这个 它底下这个 这样子 那是这么一掐 它就下来了 又不随伤花椒 就整个是把一簇都摘下来 对对 采摘花椒只能手工进行 虽然过程并不复杂 但是经验再丰富的椒农 也不免会被树上的小刺刮伤 即便如此 每到花椒成熟季节 来自四面八方的游客 也会到花椒园里 感受别样的采摘乐趣 那么新鲜花椒 到底会给人带来 怎样的味蕾刺激呢 花椒能生吃吗 一般它是不能生吃的 因为它这个比较麻 你吃了很多是吧 你吃不了 你实在要吃你也可以 但是你最多就吃过 一个就行了 吃一个 嚼着吃 最多只能吃一个 最多只能吃一个 你最多吃过几颗 我最多 因为我们经常吃最多三个 三个呀 您男子汗才最多能吃三颗 不 你太麻了 小的吧 这个味道太大了 我不信 咱们这儿 谁敢吃这个生花椒啊 你们好 你们那边有没有敢挑战 吃生花椒的 我敢 我敢 真有不怕麻的 感觉怎么样 我感觉你现在大喘气啊 我眼泪都快出汗了 出汗了 头上已经开始出汗了 这嘴巴有感觉吗 没感觉啊 没感觉了 疼吗 没感觉 这手打他一点感觉都没有 你要不要挑战一下 有那么严重吗 我也觉得 花椒芝麻 就麻在它的果皮上 果皮有许多凸起的线点 里面富含挥发性油 人们嗅觉上能感受到的 花椒的香气 味觉上能体验到的麻辣 都是这些花椒精油的功效 你们在家的时候 平时都是自己炼花椒油 就从来不会去外面买 都是自己炸的 每到秋季 花椒丰收的季节 西离村的茶马古道广场上 总是热闹非凡 热情的村民 要为游客们献上 当地最为地道的特色小吃 花椒油是演绎这份特色的关键 把采摘的新鲜花椒洗干净 用柴火把菜籽油 加入到200摄氏度以上 趁着热气上升 以最快的速度 将热油浇淋到新鲜花椒上 高温会激发出 果皮表面的精油 油淋花椒滋滋作响 空气中立刻弥漫出 浓郁的麻香味 这就现烧开的油 直接就浇上去了吗 咱们这边都是 就是现采回来的花椒 鲜花椒就可以榨油是吗 就是 鲜花椒榨油 一般在我的印象当中 不都是用干花椒榨吗 为什么这边用鲜花椒榨呢 这边这个鲜花椒 这个方向有含量 所以它这个油要麻一些 然后清香味要重一些 那您家一般榨花椒油吗 榨花椒油 你们是怎么榨的呀 这个主要是用干花椒 那您今天见到这个鲜花椒榨油 你觉得榨出来这个味道 和您自己在家榨的有什么不同 当然它这个更鲜 更香 这个说穿越地区的人 这个麻辣是主要口味 炼完花椒油的花椒 通常也不会浪费 被做成花椒碎 也是大有用处的 那像这个炸完的花椒还能干什么用 我们拿来煮凉菜和煮豆腐 就用这个炸过油的花椒 就这样颗粒来做吗 不 要这个 要把它放到这个一头 把它倒水 就像倒蒜的那个厨子一样 那倒到这个程度就算倒好了是吗 我看一下 已经完全烂了 然后它的香味完全就渗出来了 再怎么做呢 把它炸到豆瓣酱 这是豆瓣酱是吧 对 炸到火炸了 也就等于是咱们的花椒一点都不浪费 炸完的油就是花椒油 而这个花椒也可以做豆瓣酱 拌进去 炸到葱花 看着就香 汉原花椒油 创造了属于这个地方的家乡味道 这个是什么呀 这个是炒粉 炒面做的这个粉吗 花椒碎和豆瓣酱 在汉原人眼中是最佳的搭配 豆瓣酱的咸鲜 花椒碎的麻酱 葱花的清香 任何食材经过它们的调配 味道都会变得与众不同 然后可以直接吃了 直接吃啊 就这样吃 直接就摊在上面吃 直接往嘴巴里吃了 我原来吃了凉粉 至少是要把它切成条 拌到盆子里面来吃 没有想到这直接就 平铺着就可以吃了 来 我先替你们尝一尝 哇 真是太香了 好吃 太棒了 而且最主要的是这种花椒 特别提味 麻麻的感觉 太过瘾了 我觉得这就是四川 应该吃到的这种味道 来 你们赶紧尝一尝 特别好吃 还真是这样第一次粗放地吃 刚刚只看你们吃 我现在终于吃到第一口 太爽了 这口麻辣鲜香 是最能唤起汉原人香愁的味道 而来自四面八方的游客 也从美食中感受到当地百姓的热情 分享到了丰收的喜悦 每到丰收季节 汉原的街头巷尾 到处散发着浓浓的花椒清香 而用花椒制成的土特产 更是随处可见 阿婆 您好 这些都是当地的土特产吗 这些土特产 这个是什么呀 这个就是浇油 浇油 花椒 火花椒 脸浇油 多少钱一瓶 最后四五 十五块钱一瓶 这瓶我要了 十五块钱是吧 四五 好 谢谢奶奶 谢谢 带上一瓶花椒油 就可以把咱们汉原的味道 都可以带回家了 谢谢奶奶 祝您生意越来越好 卖更多的花椒油 走了 奶奶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花椒让这里的饮食麻辣火爆 也让汉原人的性情 豪爽奔放 在太皇山脉 为了能在高空中 一览汉原的美景 不一样的旅行上演了 走 体验飞行 除了需要极大勇气之外 还必须和教练间 建立信任和默契 首次尝试以失败告终 在教练的帮助下 第二次飞行开始了 要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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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飞 快跑 跑 跑 我们飞起来了 飞起来了 我们飞起来了 当地整合高山 湖泊等地理多样性优势 将汉原打造成全国滑翔伞极限运动中心 有力促进了乡村旅游业的发展 丰富了游客的娱乐项目 身处高空 游客们不仅可以体验滑翔的刺激 更能将汉原美景尽收眼底 将汉原打造成全国滑翔的刺激 原来火太难了 降落的地点在汉原湖畔 汉原湖是汉原的母亲湖 水域面积84平方公里 是西南最大的人工湖 游客可以行船湖中 清风扶来 惬意悠然 湖畔有花海果香之声的九香新村 也是一派丰收景象 我现在来到的这里 就是当地打造的一个休闲农业示范村 来到这你会觉得空气特别的清新 而且你看我们行走的香天小道 也非常的干净 在道路两旁的房屋 特别的整洁和整齐 而且你看建湖农家 基本都是已经做起了农家乐 而且在墙上也都刻上了精美的图案 最重要的是在房前屋后 他们都打造出了自己的一块小田地 你看这一片 这篱笆呀 一看就是精心地围起来的 而且有的是种的蔬菜 有的你看就种上了这双稻子 稻子也是快成熟了 所以来到这你会觉得 这的美特别的纯粹 特别的自然 就是一副田园风光 那前面还有什么呢 跟我继续去看看吧 九香村原本是一个古老的村落 2013年4月20日 这里经历了一场地震的创伤 灾难过后 坚强的九香村人 用异于常人的毅力 建设起花海果香的田园新村 在这个小村庄里走一圈 你会发现当地人有一句话 说得特别有道理 他们不是在房前屋后种上果树 而就把房子建在了果园里 为什么这么说呢 你看这边就是这样阶梯式的布局 在田梗上种的全部都是果树 而且是以梨树为主 在田地里种的是稻田 而且一层一层延伸开来 这个季节正到梨子成熟的时候 你看挂满了枝头 太吸人了 一派丰收的景象 你们好 你们好 打扰一下 你们是从哪过来旅游的 我们是从外地过来的 外地过来 来这旅游都能干什么呢 可以到果园采摘园去采摘水果 还可以到农家乐去吃特色菜 这果子品尝了没有 这个梨 这边的梨是不可以摘的 我们可以到采摘园去采摘 我们正要去了 正要去啊 带上我呗 咱一起去看看 走吧 走吧 在前面的是吧 走了 秋天是果子成熟的季节 看着满树沉甸甸的果实 习惯了买现成水果的游客们 也禁不住要自己动手 体验丰收的喜悦 只要交很少的入园费 游客就可以尽情采摘 体验随摘随吃的乐趣 和收获的满足 听到我的声音了吗 就像喝水一样 这个梨的水分太足了 而且皮特别薄 真的是脆甜 太解渴了 在天府之国四川 美食是一种极度诱惑 花椒汉原的特产 让这里的川菜浓辣和热情 农家乐生态乡村游 更为汉原发展 注入了新的活力 离开了汉原县 一路向东 就来到了紧邻着的乐山市 乐山市风光秀丽 古迹众多 物产丰饶 是四川著名的旅游圣地 先民恍若 画中来 佛光闪现 要九州 云海 佛光构成的绝美画卷 宛若人间仙境 到乐山旅游 第一站 当然是著名的乐山大佛 山是一尊佛 佛是一座山 说的就是我身后这尊高达 七十一米的乐山大佛 一看到这尊大佛 我就被它深深地震撼到了 感叹于人类的智慧和魄力 与大自然的鬼斧神工的完美结合 其实在乐山亚 还有很多乡村旅游的内容 也值得我们去欣赏 今天就跟着我一起出发 去看一看 进入秋冬季节的乐山市前围县 一列蒸汽小火车 拉着长长的汽笛 奔驰于荒野山林 那磅礴的气势 归划于空气中弥漫的蒸汽 仿佛万千雪白精灵 翩翩起舞 美不胜收 韵味悠长 在我身旁的这列火车 人们亲切地称它为嘉阳小火车 是现在很少见到的 窄轨蒸汽小火车了 很多的游客都慕名而来 坐上这个小火车去旅行 这是一条只有19.84公里程的 窄轨铁路上的古老火车 这辆蒸汽火车的轨道距离 仅76.2厘米 比国家标准列车的轨道距离 少了将近一半 挺好的 晃晃悠悠的 晃悠悠的 前那个感觉真的来了 哗当哗当 虽然很正啊 沿途有很多的站点 古老蒸汽式小火车 行驶在群山优惑之中 窄窄的车厢 低矮的车顶 摇摇晃晃 缓慢的速度 不时回荡在山间的气笛声 让游客们仿佛穿越时空 回到了久远的蒸汽机时代 除了为游客提供服务 嘉洋小火车 还保留着一项重要功能 它至今仍是当地村民的交通工具 村民购买的家禽 蔬菜等生产生活用品 都是靠它运送的 往返一次需要两个小时 这一间车厢里面呢 坐着都是当地的老乡们 他们坐这个小火车啊 就像是在坐公交车一样的 每天都是坐着它来出行 你看大家都是拿着 自己的生活用品啊 去到自己想去的那一站 我们十个岁坐着小火车 一直都坐着小火车是吧 十年了 感受完了嘉洋蒸汽小火车的 自在悠闲 乐山大佛的震撼雄伟 下面我们赶紧到 同属乐山市的牧川县 寻找一种藏在竹林中的宝贝 感受别样的乡土之乐 牧川县四川省乐山市 下辖县 长江上游 明江 大渡河 金沙江之间的 三角地带 绵延起伏的山巒河骨间 又成片磁竹十万余亩 微风吹拂 绿波荡漾 一望无涯 在茫茫主海 游客的手中不是照相机 而是镰刀和菜刀 他们到底在找什么呢 有吗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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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很小好像 很小 这个估计不会有了吧 这里面 这不是还没有长起来的小竹笋吗 在这里面会有 在这里面会有 就说它不是长在这种 能看到的高高的竹子里 只有在竹笋里才有 在茫茫竹林中 要找的宝贝原来就在这一颗颗颗竹笋中 你确定这个里面会有吗 有 有 这么有信心 这么确定 那我们现在把它割开看一看吧 真有 在哪儿呢 在这儿 这砍断了吧 来 给我看一下 给我看一下 哇 那你们平时砍的时候是不是还得注意点什么呀 很容易把它砍断吧 好是容易砍断 但是不小心就容易砍断了 你先把它拉扯吧 它好像还正在这个睡觉的状态 哎 有点害怕 不害怕 不要害怕 拿哪儿呢 找我了 大哥拿哪儿 就拿来这儿吧 就抓他这儿 抓他 我已经看到它像那个弹簧一样 开始这样上下的弹动 我已经触碰到它了 是这种软软的冰凉的感觉 什么 哇 天呐 这是我第一次从这个竹笋的这个洞里拿出这样一只虫子 看到没 它现在就在我这个手里开始慢慢的蠕动 我能感到它那个躯体的那种痒痒的那种感觉 哇 这就是我们要寻找的宝贝 这就是我们要找的竹蛹 竹蛹长成就是竹虫 竹虫是一种危害竹林的害虫 它在嫩竹内产卵孵化 幼虫靠吸食竹内壁的肉质和水分生长 一旦被其危害 嫩竹即不能生长成材 那这竹虫究竟长得什么样子呢 是能看得到吗 还是像刚才一样需要砍开才能够看得到 不砍开 这满眼都是竹子 怎么找啊 就这只 这个就是生虫 竹蛹会在20天内从米粒大小长到手指头般粗的 从竹尖竹节往下吃 最后藏于根部破茧而出 之前我们看到是那种摇头晃脑白色的 这个你看是橘色加黑褐色 而且看起来很坚硬 就像一个壳一样 那它就是平时是抓在这个竹子上 竹子的表面 抓在竹子上 那我们要怎么抓它呢 需要注意什么 就这样抓下来吗 我看它会飞吗 会飞 会飞 有翅膀 然后要把它抓住 哇 这个摸起来的手感 可是和刚才完全不一样了 这个其实现在拿着就是一个壳 很轻 而且刚才大哥从这个竹子上 把它扒下来的时候 它的这个抓力还是很强的 感觉要把它这样拽下来 不论竹蛹还是竹虫 都是牧川人眼中的美食 每年8月9月 牧川会有很多像廖大哥一样的农户 专门抓虫到市场上卖掉 最多的在这两个月 能收入十几万元 大哥这种虫子的话 在市场上能卖多少钱一只 三块 三块钱一只 三块钱一只 这么贵 那这只虫子呢 这个虫子每块钱一只 一块钱一只 现在竹林寻虫 已经成为很多游客来到牧川 一项猎奇的体验项目 以前见过这样的虫子吗 没见过 见过 有没有亲自来穿过 没做过 没做过 为什么想着今天带孩子来这片竹林呢 在小孩出来玩一下 然后看一下这里的风景 这里的风景挺好的 这个竹虫啊 就是当时我们从里面取出来的时候 很鲜活 那现在就是要怎么来处理它呢 这个在水里 开水里面煮一下嘛 这个小作坊 相当于一个中转站 农户把抓来的虫子卖到这里 他们会把各种虫子 经过一些传统的处理方式 再转卖到市场销售 您可别瞧瞧这简单的处理 他们会把各种虫子身体里 不可食用的部位剔除 保证人们可以放心食用 来到牧川 一年四季都可以品尝到全虫验 竹咽 竹虫 金蝉 打屁虫 在硬季时 会有大量冷冻在冷库中 供应四季的游客品尝 竹咽 竹咽 竹虫一类的虫子 都属于高蛋白的食物 传统的做法就是油炸 但油炸后的味道和口感 却完全不同 竹虫下锅炸 大概一分钟就可以出锅 而虫咽炸的时间会更短一些 三四十秒便可以出锅 看似简单的过程 却是一种考验厨师水平 最严格的一关 火候大了 这一只只小小的虫子 就会糊掉 火候小了呢 就吃不出虫咽的香味 来这之前啊 我们导演说 会给我准备一桌丰盛的美食 没想到 在我们亲自抓完虫之后 这就是他为我准备的 全虫宴 只有虫子 看看我面前啊 这个是竹虫的成虫 这个是竹虫的虫泳 这是马蜂泳 还有我们的金蝉 这个呢 是冬天才能够吃到的 对 叫做什么 五香虫 叫做打屁虫 打屁虫 哇 我先吃哪个呢 说实话 我觉得有些人看到它会很恐惧 但是说实话 在它油炸的过程当中 已经闻到那种浓浓的鲜香 我已经忍不住了 突然要吃 心里还是有点打鼓 就一下就放到嘴里了 整个开始咬 嗯 你听 好脆啊 其实刚开始看到这个竹虫成虫啊 我以为它肚子这块 它有很多的肉 我以为是那种软的 没想到其实吃起来就像在吃一个壳 完全就是酥脆的 有点像嗑瓜子的感觉 很香 越嚼越香 嗯 我喜欢这个口感 很享受这个声音 哈哈哈哈 它尝尝这个虫子 尤其现在一夹啊 感觉是空心了 就像吹起来的那个气球一样 嗯 这个就没有那么酥脆了 它的外皮啊 是那种很筋道的感觉 而且刚才我吃的时候 一咬 它里面会有爆浆 好像就是它肚子的那一部分 有那种汤汁的感觉 这个吃起来好像会更香一点 嗯 口感也不错 在牟川 对竹林有害的昆虫 成为了人们的一道道佳肴 在煎炒烹炸之后 变成了吸引游客的招牌名菜 每年牟川全县接待游客 近150万人次 旅游综合收入近10亿元 万亩珠海 不仅让这座小城润泽起来 牟川的老百姓 更是让这片主海 在游客心里变得生动起来 感受了乐山的美景和美食 继续向南出发 来到位于四川省最南端 素有小春城之称的惠里县 晨中暴晓 惠里古城迎来了一天的繁忙 一大早 游客们就跟着毛西村的 庙城巢进山了 他们究竟去干什么呢 廖大哥 我们俩这一块肉是要做什么呀 我们饮一种山中的宝贝 这个宝贝挺神奇的 晋山寻宝是当地乡村游的特色体验项目 别小瞧这块肉 它可是吸引着山中宝贝的秘密武器 游客们都紧张而兴奋地期待着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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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 这个东西 它是蜜蜂吗 是马蜂 马蜂并不采蜜 它是肉食性昆虫 异常凶猛 打一只给你看 你看这个尺遮到人挺凶的 看到了一根针 看到有一些液体出来了 液体是什么 对 那个就是它的毒液 攻击人就是用那个毒液 蜂毒是一种腐蚀性很强的霉 人被遮后会疼痛难忍 甚至因过敏危及生命 马蜂尽管凶猛 不过自古以来 却是惠里有名的美食 为了让游客近距离观察 妙大哥可是有猎取马蜂的妙招 用我手上这个工具 用它来找蜂窝在哪里 这不就是一个塑料薄膜吗 对 对 对 这个就是放蜂镖 我把它拴到它的身上 它咬上这个肉 它就要回到它的潮里 我们就顺着它追 回找到它的家了 哇 打工告成了 对 对 对 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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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蜂的活动范围 在方圆500米内 系上风标后 它的飞行速度受到了影响 所以人才能跟着它 找到它的老巢 这里 这里看到吗 哇 看到风标已经落在上面了 看到了吗 对 对 风标已经落在上面了 有几千只马蜂在里面 这个马蜂窝是妙大哥 专门养来为游客表演裂风的 马蜂护潮 面对成千上万只马蜂的进攻 现代的防风符 让游客们可以安全地体验 裂风的刺激 马蜂开始了 好 只需要一个小刀吗 对 对 对 只要一个小刀 它一会儿都会飞出来吗 只要不飞出来 哇 现在马蜂越来越多了 我现在已经感觉到 这些马蜂在向我库面而来 撞起我这个面杖 没事 这个房子挺好的 一点事都没有 哇 哇 大家看到了吗 这么多的马蜂 太厉害 看看 看看 天哪 你看 这蜂涌太诱人了 太好了 太好了 里面白色的就是蜂涌 对 对 对 这是我们要的宝贝 那您现在要准备打算怎么做 我们就用这根笋子 就把这个蜂涌割下来带回去 好 去上餐桌了 这一层我们就取吗 这一层我们就把它留上 留上以后它继续肥育 这楼工的话 一年的整个产值是一千块钱 除了这窝之外 我看到这个山林里面 好像很多窝这个马蜂 对对对 你看 那里 对 你养了多少 今天养了500多窝 我再带你们去监视一下 比这个更凶猛的蜂 因当地大力发展乡村生态游 五年前 庙大哥开始人工训养马蜂 为游客表演猎风 这令它的收入增加了几倍 在庙大哥的500多窝马蜂中 还有一个品种让游客们惊叹不已 堪称马蜂中的王中王 上边就是土秦风 下边是普通的马蜂 土秦风的个头 比普通马蜂足足大了三倍 土秦风的学名叫金环湖峰 它究竟有多凶猛 接下来的一幕 很多城市中长大的游客 绝对没见过 它好凶猛啊 那它这个毒性要比我们的马蜂要大吗 三倍 那您为什么要养这个土蜂呢 这个坛子高嘛 这两天还早 在这里撞的话 就这个箱子就全部做满了 风潮有100斤重 那马蜂屋的风潮呢 那这就是20斤 土蜂的蜂涌比普通马蜂大得多 价格自然也高了不少 我们本地人都非常的喜欢吃这个蜂涌 不然您就直接生吃了呀 挺香甜的 来 您来一个 试试 怕大家看到了吗 这个下面有脚还有翅膀 我真的好害怕呀 导演一定要吃吗 尝尝嘛 好吧 挺香甜的 嗯 虽然吃的时候有点害怕 但是我发现啊 这个蜂涌的这个姜啊 从我的牙齿之间爆出来 味道真的还不错 很甜 多数人都看到了这个商机 都来找我们学 嗯 然后我都带了30多个土地了 本地人迷恋蜂涌生食的鲜嫩 而游客更风情于蜂涌 炸过后的香脆 香村油和特色体验项目 已经成了当地百姓 增收致富的宝贝 惠里县与云南隔着一条金沙江 曾经是南方古丝绸之路的要塞 现如今 惠里县升级传统农业和养殖业 大力发展生态香村油 游客来到这里不能错过的 还有一种黑乎乎的可爱宝贝 惠里黑山羊 这个多乖了小羊羔啊 我要把它包回去 惠里山羊是获得了国家地理标志产品 保护的优良品种 主要生长在云贵高原 海拔2500米以下的山区 在绿色的山栏上 黑色的羊群成了一道奇特的风景 爬山 吃草和山泉水长大的黑山羊 被游客们爱到了极致 据说不大的惠里县 遍布有一百多家羊肉馆 中年时刻不绝 全羊宴则汇集了当地乡村油 最具特色的十几道菜 烤全羊是不容错过的大菜 同样是烤全羊 与北方的烤全羊相比 惠里的烤全羊 在游客看来 味道更是别具一格 惠里的麻辣烤全羊 是极费功夫的美食 羊不仅要用密制的调料 提前腌制一天 还要在炭火上烤上五个小时 时间和炭火将赋予羊肉 美妙的味道 这边烤全羊在炭火上慢慢的烤着 另一边惠里羊肉汤锅开炖了 将头 皮 下水一块清炖 这是惠里最具特色的吃法 羊头肉块大皮薄 羊肚条脆嫩爽口 羊肠子满口油香 从羊头至羊尾哪哪都是美味 惠里隶属我国最大的遗族聚居区 梁山遗族自制粥 大块羊排在清水中煮至六成熟 再拌上简单的佐料 就是著名的梁山遗族驼驼肉 我们下集完 也不下集完 再集完 再集完 这下集完 我们下集完 bloque 要索出人家 我们天天都离不开羊肉 早上吃羊肉米线 中午吃羊肉中餐 下午就吃羊肉火锅 鲜香嫩滑 一点香味都没有 纯食之前都会留下香味 非常好 悠久的历史 让惠里积淀了厚重的文化 丰饶的物产 让惠里拥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革命的火种 让惠里人民 传承着不屈的长征精神 近年来 随着红色文化 乡村旅游等精品项目的打造 惠里已成为游客喜爱的旅游目的地 天独厚一会儿 鸡肉会到底有啥不一般 体验农家乐让它出尽百宝 我来个利用 名字吓人的鬼菜到底是什么 像土豆一样 两百多头山羊要如何看管 一次大山里的难忘体验 玩转乡村诱惑四川 精彩继续 从四川最南端的惠里县 我们再到四川北部的旅游热点 广园 广园古称利州 已有两千三百多年的建成史 这里不仅是川陕甘三省交汇处 还是曾经的三国重镇 入属要塞 而且广园汉阳镇的鸡肉会 可是远近闻名 是游客感受乡村民俗的不错选择 这个四川的冬天还是挺冷的 我总算在这找着一堆火线取取暖 我刚才跟这几个大哥大嫂打听了一下 我听说在咱们这儿 这个汉阳镇有一个鸡肉会 这个鸡肉会就说 什么人去了都可以吃 每年秋冬 汉阳都会举办鸡肉会 如果你正巧赶上 在大街上就能发现不少 跟鸡肉会相关的线索 大哥 我看你拉了这么多的 这都是公鸡是吧 是的 这是送哪儿去的 鸡肉会是吧 需要这么多鸡 我看好多人都拿着鸡 都是你自己养的 是的 我们这儿养鸡的人很多 都都都 全部要公鸡是吧 是的 行 那您赶紧送 谢谢 这鸡肉会可是当地一项 颇受重视的民俗活动 到了一座山上 拎着鸡走的人越来越多 都一脸高兴的样子 位于山顶的一座小庙 虽然地方不大 可人头传动 热闹非常 是每个人来都会带一只公鸡吗 是吧 包拼啊 包拼啊 我的儿子在外面嘛 带这个公鸡呢 在苗上 盖苗会嘛 都是包拼啊 鸡肉会的这个现场 实在是太热闹了 但是我发现了一份 这个墙上贴了菜股 看起来好丰盛 看 有这个香酥鸡腿 竹笋拌鸡爪 然后还有什么 鸡蜜满堂 荡牢 耳鸡 看起来全部都是跟鸡有关的 它也好像 好奇的是 为什么这么多人 要聚在这里吃饭呢 庆幸的是 这鸡肉会算是来对了 可以一饱口福了 在庙旁边的一个简易厨房里 鸡肉宴正热火朝天地准备着 看着厨房里满是忙碌的人 我们的编导忽然发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 这不是刚刚在外面碰到的那位 带着妻给儿子求平安的阿姨吗 瞧她在厨房忙前忙后 动作麻利 手艺似乎相当不错的样子 我们的编导赶紧凑上去 和人家寒暄了起来 鸡肉会是汉阳重点打造的 乡村民俗旅游项目 为了丰富活动内容 很多民间表演高手 也被邀请来露上一手 这也是鸡肉宴正式开始前 最吸引人的部分 现场热闹非凡 天哪 好灵活 真的很巧的舌头 老母鸡下蛋了 真的很像 大概会多少种口技 有五六种 能不能再给我们来一个 连续的变化的表演 好的 好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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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感觉一头猪从牵出来一直到眉无声无息 有点残忍 但是真的好像一个人顶很多人的这个效果 对 看来这鸡肉宴的名字果然是名不虚传 时间临近中午 不知道这厨房里的鸡肉宴准备的如何了 毕竟这吃才是鸡肉会上的头等大事 阿姨我看咱们这儿这个鸡肉宴做的特别精美 您给我介绍介绍都是什么菜呀 这个叫分枕鸡排 这个叫鸡鸡宝蛋 小鸡 二十道全部都跟鸡有关系的 全部都跟鸡有关系 看着这些精美的菜肴真是让人口水都快流下来了 好香啊 其实今天我原本以为我只要能吃饱就行了 没想到还吃的这么丰盛 你看有这么多的菜 而且做的非常的精致 全是跟鸡肉有关的是吧 咱们就是鸡肉宴吧 鸡肉宴 鸡肉宴席 年年都这么吃 每年都是 每年都吃 每年都吃 那这谁出钱呀 等一下是不是还要收钱呀 要不要收钱 不收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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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你们不收钱 你愿意给钱呢就是 给的二十块 自愿是不是 三十块都可以的 你不掉了也没问题 对对对 这每年吃这个鸡肉宴是什么意思呢 为什么都是鸡肉呢 这个我们建阁呀 最好的一个特点呢就是这么土鸡 土鸡呀 祖祖辈辈都养土鸡 就是这么 然后大家在这儿要精神 所以把这个鸡呀 就分成各种各样的菜 来大家都来品尝 我看鸡肉好多都是老乡们自己带过来 拎过来的是不是 是嘛是嘛 那不带过来吃什么呀 建阁鸡肉会 早在明清时期就一兴起 起初是源于农人 对于文昌 羹牛和鸡脚神 雷震子的崇拜 加之建门山区农民素有养鸡的习惯 民间更有腹不离鸡的说法 因此饲养鸡的人家比较多 农家逢年过节 婚丧祭祀 沿袭 皆有鸡肉做主菜 因此逐渐演化出一种地方民俗 鸡肉会 通常在每年农历的九月和正月举行 看 这个都是公鸡官 鸡肉会后 编导去往宋阿姨家 体验当地的特色农家乐 答应呢 那行 那我跟您去您家 给您干活 我也不能 无功收录是不是 宋阿姨家在建门县夏寺镇的茶沟园 地处山区 风景非常优美 被当地人戏称为建门小酒寨 因为来旅游的人多 宋阿姨的手艺又不错 她便把自己的家也做成了农家客栈 生意红火 她总是很忙 那我帮您干点什么呢 您给我安排点活 您去给我抓鸡嘛 抓鸡啊 鸡在哪啊 鸡在外面 在外面 那行 为了让游客深度体验乡村生活的乐趣 宋阿姨家的农家乐 特意安排了抓鸡等体验项目 这 这怎么抓呀这个 对于来自城市的游客来说 这抓鸡可没那么容易 刚一动手 这些跑山鸡就瞬间没了踪影 我这才搞明白 原来阿姨家的鸡都在这坡上散养着 我那个恐怕五粒是抓不着了 但是我想到一个办法看 我要了点这个骨子 我来个利诱 利诱 这可真是鸡胃食亡 利诱这一招果然有效 瞧他们吃得认真 但是是时候下手了 这个吃倒是挺积极的 可是抓还是很难啊 这个跑山鸡根本抓不到嘛 差一点 差一点 看到了吗 你看 这些鸡就随随便便把鸡蛋下到野地里面了 干脆把这些鸡蛋带回去吧 抓不着鸡有鸡蛋也是好的是不是 你说呢 阿姨 您这儿的鸡实在太难抓了 我追了半天都没追上 它们跑太快了 抓不到可以干点白的事嘛 那行 那也行 那给我安排点别的活吧 给他们看样子挖鬼菜 那也行 您说什么挖鬼菜是什么东西啊 一个人看那个去放羊都知道 跟着宋阿姨的二儿子安策 我们的编导来到了他们家的羊圈 这个多少头啊 现在是230几头 230头 不算这种 不算小的 不算这种小的 不算这种小的 山羊们长得是可爱 可是当200多只羊一起冲出来的时候 还是让人感到有些慌乱 好在安策有经验 告诉游客如何控制场面 再加上这条 叫做Carrie的狗从旁协助 很快就能控制住局面 因为今天放的时间有些晚 羊群们早已迫不及待的 要上山吃草了 所以没费什么力气 就把羊群们赶上了山 把羊群交给另外一位大叔看管之后 安策就带我们去找鬼菜了 这有个大的 这就是鬼肉啊 像土豆一样 这是能吃的 不能生吃 还是加工 就这种地方 比较爱长这个 为什么叫鬼肉 它的植物里面 还算性比较大 会腐蚀手的 那我这样拿没事吧 那没事 还能弄破 还没把皮破掉 其实就是我们那个 吃那个魔芋的植物形态 我们这里叫鬼肉是吧 对 那就是魔芋 原来这鬼菜鬼肉 就是我们常说的魔芋 因为当地多产魔芋 芋头等 很多游客 都喜欢在农户的带领下 自己上山挖一些 既体验了山中劳动的乐趣 还能品尝自己的劳动成果 够了吗今天 够吃了 够吃一顿了 够吃一顿 那咱们是不是该收羊去了 对 现在咱们是要往回赶羊了是不是 对 也是撒盐它就回来了 对 这都养成习惯了是吗 对就是 就走这一条路下来 清点完羊群数量 再把羊赶回圈 天色已经渐暗 又是挖这个鬼肉 又是放羊的 真的是太不容易了 好歹有这家伙的帮忙 太多了 感觉跟千军办法管理他们真不容易 其实这个山上要好生活的好 不勤快 没经验 没有一些生活的这个积累 是真的不行 深度体验了一天的乡村生活 回到农家乐客栈 还能品尝到 孙阿姨做的特色农家美食 是 少放点油 先炒酸菜是吧 炒了 先炒酸菜 放点辣油 少放一点点 这个四川 不管做什么都要放辣椒 少放一点 有点辣 少放一点够味就行了 直接放里面 这个韵米粉还是干的 很干的 这样啊 好 浇一哈 在这 舀一下 嗯 放进去 哦 不该放葱了 先放到这里 嗯 然后得把水浇进去 不是先放水 而是用这个 炒过菜冲的这个汤 嗯 然后这个生的葱 然后浇热的水 它就变成一个那个糊状了 要不要再调调什么味道 不调了 这样可以了 嗯 那片个儿 哇 哇一片个儿都是一口嘛 那国家的国家的糖 都是一口 今天这个我也可以 做给我家里人尝尝 把咱们这个大山里的味道 带到北京去 嗯 特别香 白椒里嫩 然后里面有这个好多的配料 有点辣 辣辣的 觉得像零食一样 原汁原味的食材 独具特色的做法 丰富多样的菜式 一桌地道而丰盛的农家菜 展示着客栈主人的热情好客 看起来像宝塔一样 这个呀 就叫做五福重楼 看看这五福重楼里有什么乾坤的 这个像宝塔造型一样的五福重楼 在我们看来 就是大山里最豪华的组合菜式 透着山里人特有的含蓄 讲究和实诚 每揭开一层 都是一道不同的美味 既有山珍又有海味 这五福重楼 可是这里农家乐 接待贵客的最高规格了 好 来的 来的 好 我准备滚了 见怪别说怪 才能到云南玩 那看来不管还不行了 玩转云南可不太适合胆小的人 酸蚂蚁杀人疯 这是一场勇敢者的挑战之旅 蚂蚁蛋生皮 鸡血果冻 这是一场美味的饕餵之旅 吃喝玩乐 探秘云南 玩转乡村 秘境云南 疯狂来袭